整個人行道 是不是只有你們停車就好 你自己看就好 你自己看就好了 有貪犯把機車騎上人行道要卸貨 員警馬上過來取締 雙方立刻爆罰爭執 貪犯自認為卸貨只有幾秒鐘的時間 車子沒熄火會馬上離開 但是看在警方的眼中 違規就是違規 貪犯自知理虧 趕快騎車離開 不然就得收下600元的罰單 現在東港警方針對華僑市場的周邊 進行交通大執法 攤販也不准臨庭卸貨 連假期間 華僑市場周邊的車流量很大 連續兩天有民眾抱怨 警方管制的路線太長 讓現場幾乎成了大型停車場 你看後面 這條路可以回轉路口 被警方有交通車管制 等於駕駛要一路開進最頂端的停車場 回轉 實際現場觀察大多民眾如果只是回轉的話 會主動告知收費員就不用擺腳停車費 而廉價期間華僑市場周邊的車流量這麼大 民眾如果還有計畫要過去走走逛逛 可能要有塞車的心理準備 小林圈黃奇喬何正鳳屏東報道